請問 請問國民黨 很簡單 請問陳建成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違法亂紀 有沒有貪污 有沒有違背什麼學術倫理 或者是說這個只有 這個綠營的適用 藍營的不適用 如果沒有 你今天罵他的戒調 你今天罵他這個 中研越領四十九萬 坦白講簡直是莫名其妙 我給大家看一個資料 我覺得國民黨沒扣除 任何政治人物 尤其在臺灣 現在民意如流水 真的我們要戰戰兢兢 我給大家看一個資料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這個敗選之後 九二一民進黨敗選之後 當時民進黨的 這個支持度確實不高 當時民進黨支持度二十四點七 國民黨還贏民進黨 當時是二十五點一 當時十二月做出來的 這個民意調查是這樣 現在一月份做的這個調查 我提醒大家 情勢又逆轉了 為什麼 大家看不下去 國民黨這種為反對而反對 人民沒辦法接受 你看現在民進黨 我們的政黨支持度 我們戰戰兢兢 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說提高一點點 就因此自滿 戰戰兢兢 民進黨好不容易經過這一兩個月 慢慢的調整之後 我們上升到二十六點一 上升了一點四個百分點 國民黨下降了三點六個百分點 本來二十五點一現在變二十一點五 所以我只是用這個來提醒國民黨 你這樣的一個為反對而反對的監督方式 坦白講人民是沒辦法接受的 那不見得跟這個現在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過去以來 如果說國民黨過去以來 每一個戒掉都要求他辭掉 那現在沒話說 你這樣要求成員沒話說 對 國民黨過去以來每一個戒掉 沒有一個只有辭掉過的 你現在用這樣的標準 在要求成縣人 難怪人民感覺 你就是為了反對又反對 為了刁難成縣人 成縣人他的學術專業 他各方面的成就 大家有一定的肯定 如果國民黨一二六贏了之後 然後現在繼續用這樣 潑糞的方式 潑髒水的方式 不斷的在打成縣人 我認為最後是適得其法 因為不然只要所有批評者 回來講清楚 過去國民黨時代有沒有戒掉 就要求立即辭職 沒有 如果一個都沒有的話 請你現在就停止講這些話 因為你只是在故意為了反對 而反對而已 我也要補充一下 國民黨有一位 我自己的老師叫高永光 當被戒掉 當考試委員 還有考試 考試院副院長長達十年 佔政大的缺 他也不要去處理 也不去辭職 直到政大受不了 乾脆把他解聘 請問 為一次戒掉的年限 是四年 四年而已 他可以double 再突出去 double不僅是四年 八年 十年 政大為他修了許多戒掉的辦法 最後忍無可忍的地方 在哪裡 你現在辭掉考試院副院長 因為政黨輪替嘛 那你到底要不要回來 你站的這個缺 基本上也不做處理 你也沒辦法讓政大來補人 請問這個狀況 那國民黨又該如何做解釋呢 同樣是學者還是我的老師 政大以前社科院院長高永光啊 因為有人在操作這個米蟲 我覺得米蟲是一個最大的不盡 因為他的貢獻是非常多的嘛 那我就聯想到 因為陳建仁 他的就是特聘研究員的月薪 是四十九萬 對不對 那大概什麼樣的人有栽標 領差不多這個送禮 然後呢 居然還有貼上這個米蟲的標籤 我就想說有一個人 他可以領五十萬一個月 你知道是誰嗎 李中庭啦 李中庭是公安的男朋友 哇 他才是真的厲害啊 因為他可以到立法院去工作 然後他另外又在詠寧基金會這邊 他還可以領五十萬 他一年收入高達六百萬 他到底有最頒頒嗎 什麼人知道 結果竟然反而是陳建仁 他為臺灣奉獻 為這個科學研究 這一塊領域付出那麼多 論文可以寫七百二十一篇 然後被他貼說是一個米蟲的標籤 這太不公立了嘛 晃哥 我想先請教一下王宏偉 你這輩子有沒有看過七百二十一篇論文 不要講寫有沒有看過 一定沒有 也就是說陳建仁寫過論文 發表過論文 比我們大多數人 這一輩子看過的都還要多 然後你說他是米蟲 四十九萬在臺灣的公務員裡面 的確也算是高薪 大概只有中文委員的院長 可能薪水比較高 大概是所有公職人員裡面 大概應該排名第二 甚至比我們總統薪水都還要高 我覺得其實今天國民黨去打陳建仁這個事情 連朱立倫自己都跳下來打 今天不是趙少康之流的網紅 是連黨主席朱立倫都跳下來打 所以這代表國民黨的態度 好 國民黨要打戒掉 這題很簡單 你們要求陳建仁辭掉中文 因為也可以 請國民黨也盤點一下 你們現在所有戒掉的人 大家一起辭職 要拌拌比較大的 大家一起辭 我一個陳建仁 換你幾百個人划算 對不對 因為陳建仁以他的年紀 說實在 他根本不用在乎這個薪水 早在當時陳建仁 二零二年辭副總統的時候 我就講過 有美國藥廠用年薪一千萬美金 要請他去當總顧問 年薪一千萬美金 就是一千萬美金 不是臺幣 你不要懷疑 貴雅我們聽起來 覺得一千萬美金很高 對不對 其實沒多高 因為以美國的國際級的大藥廠來講 最高顧問一千萬美金的年薪 算普通而已 不算是非常高薪 我們眼界不夠廣 不是 因為臺灣普遍 對於專業的薪水 我們普遍 我們有一個限制框框 可是其實美國 他們可以拉到非常的高 對 他的薪水是可以拉到 而且都還不算什麼股票 分紅配股那些東西 陳建仁當時為什麼拒絕 因為他不想去住在美國 他覺得他這一生所學 是臺灣栽培他 所以他留在臺灣貢獻 這種人被你們批評叫貪財 甚至還前幾天 還有人傳說他領雙薪 請問中華民國哪個規定 公務員可以領雙薪 你告訴我 我覺得這一波其實 就是對陳建仁做一個人格謀殺 這效法司法共產黨 在文革的時候 我們常聽到所謂鬥臭鬥垮 怎麼樣把一個人鬥臭 先把人鬥臭 你才能鬥垮他 那怎麼鬥垮他 鬥臭他就是毀掉 他的人設陳建仁過去給我們印象什麼很溫柔很寬厚 然後眼上永遠戴著微笑 而且請問我們陳建仁他不是今天是出入政壇小白兔 他在臺灣政壇已經很久了 請問有誰曾經發現過 或是說被媒體報導過 陳建仁有任何奢華的行為 沒有 他的生活我的瞭解 他生活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並不是說他刻意要要孤民釣運 因為每個人生活習慣不一樣 有些人沒有賺這麼多錢 但是用一定要用名牌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經濟條件也不算 他覺得說我夠用就好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陳建仁價值觀就覺得他生活 我覺得他生活所謂 他說我覺得夠用就好了 也不需要奢華 所以這樣一個人被你們批評叫貪財 然後好像他的學術貢獻 好像都是都是騙來的 我覺得這種人格謀殺的做法 過去我們在共產黨的手上看到 過去這種發動通常是由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認知作戰 他們農場先發動 這兩波完全不一樣 是台灣自己在發動 發動完之後 其實對岸他們能抄的再抄 當然因為對岸最喜歡這樣子 這是你們台灣人自己講的 那我們拿來抄剛好而已 所以這個是 其實是台灣自己發動的 我覺得國民黨可以了 到此為止 要這樣打下去 因為你們現在不管是講戒掉也好 或是這個所謂的卸任禮遇也好 回力標通通打到自己 那我覺得何必這樣子 你如果說真的要繼續討論下去 也可以 立法院今天開議了 請國民黨立委提案 以後不准戒掉 這樣以後我們從此之後不用再討論這個問題 我笑你不敢 你就討論 以後不准戒掉 我跟你講如果不准戒掉以後 中華民國會找不到好的政務官 因為其實台灣很多優秀的人才是在民間 他們為什麼不來當政務官 因為我們政務官薪水很少 然後還要財產申報 還要沒事他去立法院被人家罰占 去被被人家罵的臉 對 那真正好的人才 他幹嘛去受這個氣 我在民間企業 或說我在研究單位 我也許可以發揮更好 我就做一個最簡單的比喻就好 如果有一個人 他放棄49萬的薪水不領 他來領一個月不到30萬 你說這個人會貪財嗎 那個人叫陳建仁 他並不是說49萬 這工作很辛苦 我跟你講 特聘研究員的工作 他只要專心做一件事 做好他的研究工作 或是指導學生 當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做多少事情 大家非常清楚 標準的錢少 那事多 那離家遠不遠就不一定 但是至少前少事多 還要沒事去立法院 然後每天要被批評 甚至還要被抹黑 那你覺得陳建仁 為什麼要放棄49萬的薪水 回來做行政院長 然後這個領一個月 不到30萬薪水 難道是為了貪財嗎 當然不是 那是因為他的使命感 他覺得國家現在需要他 所以他選擇去走一條 比較辛苦的路 那這種人 我覺得我們如果說呵護他 都已經來不及了 結果你們竟然 都還沒上任 就已經被罵成這樣子 我真的建議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要挑戰陳建仁 可以了 馬上就施政報告了 對不對 總質詢 質詢台上 質求對決 你不要以為陳建仁 臉上總是帶著微笑 你們以為他 他很好欺負嗎 有沒有看過太極拳 什麼叫四兩波千斤 就質求對決 你們誰質疑 他的學術成就 就跟他來討論公衛 來討論流行病學 看誰能夠在質疑台上 變倒他 我說你很棒 如果沒有的話 請你們趕快閉嘴